所以说人多力量大 好 说到这个陈思琛指导的电影《唐人街探案》是在泰国曼谷热拍 那我们《鱼热心地》在探班的时候就见到了主演王宝强 刘浩然 陈鹤 潘岳明 几位大腕 不过不同于昔日的光鲜照人 这回这几位的造型都很惊人 衣衫不整 皮肤又黑 衣小做头发无精打采地挂在脸上 这哪是当年那个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潘岳明啊 我从来没塑造过这样的角色 这都是私承害的 这小皮靴 小马库 小胡子的搭配 简直就是西部牛仔 要说衣着讲究 第一要属陈鹤同学 不过这一切全都毁在了他的鼻子上 我觉得这个戏里特别的惨 每次出场都是一个惊喜 真的吗 把我脸都是惊喜 方便面头 乞丐服还向着大金牙 宝强这样演侦探 也真是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这是发财的 招财的 真的假的啊 怎么能让你贴一层 真的假的啊 没有没有没有 他把他的牙敲掉了 镶了一颗金的牙 真的啊 不光忍痛割牙 王宝强这回眼侦探还是带伤上阵 之前参加真人秀节目《腿部骨折》 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 可是王宝强在受伤后第四十天 就重返剧组了 有两次又出了状况 我们那个拍摄话剧里都记录下来了 给我们吓的 就担心他万一这个腿再出什么问题 我们就拍不下去了 不会不会 出问题了 这彻底就灌机就行了 对 不过就算狼狈成这样 人家宝强还是相当的乐观 谁叫咱底子好 不怕鬼形象呢 要说颜值我们组还是得宝强 对 我颜值是最高的 这边陈思成和王宝强一唱一鹤 简直就是来说相声的 不过您二位这么欢乐 也让咱想起了徐征 毕竟想当年 王宝强可是和徐征 一起在泰国拍了太久的 问得好啊 这个问题太棒了 我可以 你谨慎回答 对 我觉得他更懂我 为什么是说 我感觉你写这边的时候 看来完全 他能感觉到我脑子里 各我们想的这种画面 还什么 唐人杰他还说 我写给王宝强的一封情书 一会儿说相声 一会儿又开始谈情说爱 你俩既然默契这么高 那这票房是不是也要比太久还要高呢 我只是认真地做好事就行了 没错 没错 看够了老腊肉也得关心一下小鲜肉 这1997年出生的刘浩然同学 今年可才18岁啊 正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时候 可惜可惜跟错了师傅 保翔哥教的我数学 对 我教的 那数学考的特别好 考几百分 舆论新天地 曼谷采访报道